主播说联播,今天我来说 今天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,截至2023年6月份 我国网民规模达10.79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6.4% 除了越来越大之外 这张网还有很多的新亮点 首先,更有温度了 下载速率持续提升 流量资费持续下降 一声一降,优化着每一位网民的体验 与此同时,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深入推进 字号变大,操作简化 温暖了快时代中的慢人群 其次,更有力度了 经济回升向好,有互联网的一份助力 在消费复苏方面,网购贡献不小 今年上半年,全国网上零售额达7.16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13.1% 同时,跨境电商成为了外贸重要的新生力量 上半年,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.1万亿元 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比重 有5年前的不足1%上升到了5%左右 互联网还助推着线下各场景业务的复苏 截至6月份,网约车在线旅行预定的用户规模半年增长 均超过了3000万人 此外,这张网还更加的有高度了 我国工业互联网体系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了240家 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建成 5G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工业互联网可能有一点遥远 但是它通过把人、机、物、系统紧密连接 能够在生产当中释放澎湃的能量 如今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 互联网有三度 我们的美好生活也会多一度再多一度